想谈论你一下关于生活在国外或生活在自己的国家 要么就是感到很幸福 要么就是感到非常的不幸福 然后这可能跟什么东西有关 或跟什么东西没有关系的 那也当然某种程度上是我自己分享自己的一些经历 或自己的经验 那有可能呢你也生活在国外 或有可能你想要生活在国外 或者你想要回去你自己的国家 非常的多的不同的可能性 那么我其实发现到 如果到别的地方去 毫无疑问的环境不一样 人不一样 一些习惯不一样等等等等 但是呢 我在这个影片想要很简短的说这个重点就好了 我觉得除了这一块以外 因为他当然也有可能扮演一定的角色 当然毫无疑问的 但是呢 另外一方面我觉得这个 常常跟我们的自己个人的生活 人生故事有关 跟我们自己的经历有关 跟我们自己的人生故事来弄去脉有关 我们可能经历过哪些事情 我们可能有哪些事情比较敏感 比较不敏感 比较喜欢比较不喜欢 都有很多的不同的因素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值得思考的问题 如果我们在一个地方 要么就是你的家乡 你自己的家乡 自己的城市 或者可能更小小城市之类的 或者 你在别的地方去 要么就是在国外 一个大大的城市 要么就是在乡下 在国外的乡下 非常多的不同的环境 那就可以想一下 我为什么喜欢某些东西 那就是这些 那为什么不喜欢其他的一些事情 或者是我在那个地方 譬如说我在自己的家乡 面临的 我在面对的一些问题 一些困难 一些困扰 有哪些 为什么呢 跟这么有关 那我在国外的话 我在国的时候 那我生活在那边 在别的地方 我在面对什么样的问题 什么东西让我不开心 什么东西让我感到不幸福 或者相反 什么东西让我幸福 感到幸福的 然后这个 在这个影片 先做一个很初步的一个介绍 我想要再开展这个主题 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 我很确定 对很多人 是一个机会 可以加入这个讨论 我们可以一起在这边 讨论这件事情 可是呢 我真的觉得说 我真的觉得说 你的个人的经历 你的个性 非常的有 会非常的影响到 你怎么体会到一个地方 然后我也真的发现到 嗯 对 经过了很多不同的阶段之后 情绪上跟就是人生环境上 我真的觉得说 OK 这个蛮大程度的 就是跟我自己的心态有关 我可以在我的家乡 我可以在维纳感到很不开心 也可以感到很开心 我在国外 也可以一样的 就是觉得说 嗯 很高兴来到国外了 不错 很好 另外一方面呢 我会发现的地方 OK 我其实 我其实觉得很不开心之类的 或者是甚至于感到不幸福 对 所以 这块讲到这里 下个影片见